全意问答 生活中的问题 烦恼 奇怪的梦境 风水 均可再次得到回答 请收听卢君洪台长的全意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今天是2017年4月2号星期天 农历是三月初六 好那么4月4号星期二呢 就是农历的三月初八 正好是清明节了 希望大家在清明节当中呢 多多的念经啊 这个消灾吉祥啊 这个好 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 喂你好 你好师父 你好 求求你了 你帮弟子看看吧 看什么 那个我是七零年那个阴历正月初九的书狗的 你念经了没有啊 我先说念了没有 刚学师父 刚学 你吓我一跳 我以为那黄鼠狼又打进电话来 谢谢你师父 你听过这个节目吗 我听了 天哪都跟我喜欢都在学呢 我看看 我喜欢知道我看两年师父 今天不能 今天不能看图腾的 今天不看图腾的 那师父呢 你看就帮帮我忙 你看我这两年吧 财运老不好 老就很骗 财运不好很简单 财运不好就是色 你知道吗 一个人的财最怕什么 怕色 一个人如果在女色方面多动了脑筋了 他一定破财的 自己想想吧 网上不要乱看东西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 不要受到很多诱惑 你的财运就会挣 因为挣财运 它是新挣的时候 它才会给你的 明白了吗 明白 你要当心 师父你看我什么时候能转运的 转运吧 你第一啊 好好的呀 自己不要去碰女人 自己媳妇不能碰了呗 不可以 怎么可以 喜福啊 喜福 喜福嘛 你自己看吧 你不要 不要老贪 你比方说你老看那种色情的东西 你一定破财的 我看你咱那个书啊 师父 我看完了之后吧 你讲话我就知道了 多看 看了之后呢 自己如果觉得 因为它的运程是这样的 三年一转运 五年一转运 如果你已经倒霉了 将近三年了 那么基本上就要转运快了 听他懂吗 那师父 师父 那你帮我看我家的佛堂怎么样呢 今天不看独藤了吗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了 佛堂 我也不明白呀 弟子现在一点都不明白 你现在佛堂放了哪几顿菩萨了 哎呀 现在 以前我媳妇爸就学那个 那 密宗了的 哦 学密宗 这会我又给咱那个 这个什么菩萨呀 南京菩萨 太岁菩萨 观地菩萨都请回来了 哦 这个都没关系的 但是你 最主要问题就是说 呃 如果你供了什么 地仙啊 啊 这种地神啊 那就不要跟菩萨放在一起供 啊 没供这个 啊 那就应该还可以 那你就自己好好的 好好的坚持念经 多念念准其神咒吧 好吧 准其神咒 啊 你一般的路 那我这个房子还没有说到师傅 什么 房子啊 房子啊 什么叫房子啊 我听不懂 就我家有没有啥说到现在 啊 现在没有什么 应该没什么 嗯 啊 那那你能帮师傅 那麻烦你再麻烦点事 你能帮我看我媳妇 最近我们 就我媳妇就怎么回事吗 今天跟你说不看图腾的 看图腾是246打电话 明白吗 啊 246 246 我知道 知道 嗯 之后弟子跟你在这边磕头了 求求你了 你快帮他看看吧 现在你讲话腰带的太多了 最带的 你记住一句话 你自己心正不怕影子歪 你只要干净 你什么都会好起来的 你自己心中不干净 你就不行 你又不是没钱过 你有过钱的时候 你乱花 这个都是消你的福分 听不懂啊 啊 那听懂 听懂 是吧 啊 现在明白了吗 如果你能帮我加这些 贵人现在都没了 贵人没了 我告诉你就是消福消瘦太厉害 你现在吃素了没有啊 我初一十五吃素 我喜欢吃全素 吃 哎呀 吃了年了吧 那你有什么 那有什么用啊 你就等于 一个星期做两天好人 其他都是又窄又杀的 不可以的 那么该咋办呢 师父 你要许愿啊 许愿啊 做好人 众善奉行 诸愿莫作 然后慢慢的运程才会好转 你记住吧 比方说 你这个这个风水很好的 你是个烂人 做的后来这个风水就被你住烂掉 这个风水很差的 你是一个很 很好的人 你到那里一做 一住的话 风水就好了 那么什么 怎么样的改变风水呢 很简单咯 不杀生了 气场就好了 不争吵了 气场就好了 明白吗 师父应该从哪方面发愿 你就自己发了 最好我们是能够多吃点素了 你现在已经发愿不杀生了吗 对对对 不杀生一个星期吃一个月吃两天素 对不对啊 对对对 一点点来啊 最好我们吃全素了 吃全素你看看 帮你三年 帮你三年 当中 吃全素 转运 你跟 为什么不能跟你喜福一样的做呢 你喜福这么善良 那你 你为什么不能跟他一起吃呢 人家跟你外面 跟你应酬的话 你就告诉他 医生叫我 你说医生叫我多吃素 我喜福也信佛 人家会尊重你的 吃素的人 人家都尊重的 听得懂吗 师父吃全素包不包过鸡蛋 包过 鸡蛋不能吃 不不鸡蛋可以吃 鸡蛋 鸡蛋牛奶都能吃 啊 那师父 那个弟子在求你个事 你看看我媳妇就是跟我啊 我俩怎么样 碰不碰磕少的 一个 夫妻不是冤家 就是 就不是 不是冤结不剧头的 善缘恶缘都有 所以才叫夫妻的 明白吗 善缘恶缘都有 所以 才放在一起 所以你们 师父就是咋的 我媳妇是六年属蛇的 一样 你属什么了 我属七零两的 属狗 蛇跟狗嘛 基本上还算可以的呀 只是磕磕碰碰呀 狗跟蛇应该还是不错的 一个是冻的 一个是劲的嘛 狗是冻的嘛 蛇是劲的嘛 所以蛇是劲子游 游来游去的 什么就冻 所以两个人性格还算相配的呀 因为冻劲如一嘛 都大家配在一起的嘛 两个都冻也不行 两个都静的也不行 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 那个我媳妇爸咋的 现在就是咳嗽咳嗽的 就上火 天天我们都上火啊 上火 少吃点辣的呀 少吃辣的 我媳妇说了 都不吃辣的 吃不进去饭 现在都 那是吃点酸的 吃不进去饭 稍微吃一点 不能吃太多 习惯是慢慢改的 还有的人说 我一天不骂人还活不下去呢 要改的 听得懂吗 那个师父以前我喜欢吧 吃全素 完了就打 看你这个师父 你这个书以后 我喜欢就开始吃鸡蛋了 这样行吗 可以 这样可以哈 可以 他密宗能够吃全素 不错了 因为有的密宗 他们吃荤的 那个师父 就我家吧 就咋的呢 那个就是佛堪 你再帮我看看 归不归的 咋不明白呀 今天不能看的 小伙子好好念经 好好修心 师父 师父你等会儿 等会儿 你跟师父说了 一句话 师父你好 师父是这样的 因为我在过去的时候 学过进普宗 学过命宗 过来吧 一直煩恼也不断 不断呢 我就接触到咱心灵法门 这个图层 这些看这些视频 我就突然就是觉得 我应该那个 专心念观心灵菩萨 这个宗 然后我现在就 只能有不到一个月吧 我把咱那个东方观音 还南京菩萨 观地那个菩萨 就是太极菩萨 全请到家 它是山里话 然后我现在就是说 每天按照咱 那个师父这心灵法门 这个供修这些 我在做 很好啊 很好啊 你说 你说如果是个 真正是个天上的佛 菩萨的话 看见你 学观心菩萨 他会嫉妒吗 他会不开心吗 不可能的 对不对啊 好嘞 师傅 我现在就是 过去那个密宗 那个镜头中 这些课本啊 就是我全不念了 完了就是 现在是专一 就念这咱 那观音法门 这个经啊 还有是小房 我正在做 心灵法门 心灵法门 就是说过去那个 密宗那些 我都不念了 暂时 你就可以告诉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因为菩萨 绝对不会说 你你选择自己 最喜欢的法门修 菩萨 不会有意见的 暂时可以不念 但是呢 你现在要专心 一致的 好好的 学心灵法门 明白吗 因为有师傅 都不一样了 明白吗 是的 每天都在做 真的感恩师傅 师傅每说 那一句 我都觉得非常有理 非常好 对啊 你要把师傅的 这个白化佛法 好好看 还有我平时 说的那种 白化佛法的录音 好好听 明白吗 是的 你的先生 你的先生 你以后 就要教他吃全素 他有点愚痴啊 他傻傻的 他有点傻的 我明白 因为为什么呢 他人是个好人 他老被人家骗 他做生意也是的 老被人家骗的 人家一忽悠他 他就借钱给人家啦 或者挺身而出 帮别人啦 他是讲义气的人 明白了吗 师傅 师傅你说就是 现在所有的那个贵人 就是说 应该帮我的 都是有各种原因 就是帮不了我 这现在是属于 非常那个 三穷水晶的一个地步 我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你这个情况 你全部缩水 低调 全部缩水 低调 最好 如果 如果帮不了你的话 你甚至可以 甚至可以换个地方 去生活 都没关系 一般的 一般的就是说 三穷水晶的话 你就应该换个地方 重新开始 过去 过去谁都懂得 这一点的 在这个地方 打拼不出来 人家就换个地方 因为 风水啊 山水啊 跟人的性格 都有关系的 明白吗 哦 哦 哦 是 知道 师傅 你就是说 我想有个问题 呃 就是说 我现在 呃 因为山里 上面有毛病啊 就是说 就是 办什么事情 都是 小人多 就是应该 你现在 末法时期啊 你到哪里都有小人啊 小人多的不得了啊 自私的就叫小人 听得懂不了 哦 所以 我觉得你们两个夫妻 好好商量一下 先低调 叫潜水 到了下面 没人 把人家把你 慢慢忘记了 然后慢慢 再开始发出来 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要要要 这个这个 要要 要有高 有低的 这叫心脏跳啊 这个心电图啊 啊 脑电波啦 哪一个不是有上有下的 对不对啊 哦 哦 这个 应层也是这样 所以你们要是觉得 这个地方 环境不好 先换个地方 去住一段时间 然后慢慢 再看看 再回来 也可能 会转运 所以人要动嘛 对不对啊 所以活动 活动嘛 活着就要动啊 不动怎么活啊 我还有个问题 请教 就是说 我每天就是 那种那个佛台还都有 我是供两个佛台 哦 清明法门 清明法门一个佛台 明白明白 我每天就是 在佛的时候 清明法门 首先为主要的 烧了香 我那个佛台 我在烧香 影不影响 就是说 我不转意这一块 你说会影响了 早点晚点会影响 这个就是到后来嘛 到后来嘛 就会影响到什么 比方说 大菩萨来了 对不对啊 嗯 那么有些 有些呢 就是 怎么讲呢 我在广播里也不能讲 你自己慢慢开悟吧 反正就是告诉你一句话 基本上要 要一门精进的 开始的时候 可以双修 到后来必须要一门精进 明白吗 嗯 好吗 你听 你听师父话 师父告诉你 全世界为什么 现在末法时期 他有末法时期的法门下来 为什么在全世界 有上千万人在学啊 对不对啊 嗯 就是这样 好吗 啊 师父 那我家现在就是供导家先摆凉台 就是和咱这个就净土法门 就净凌法门 没有 嗯 冲突吧 你看风水上来讲 一个阳台 啊 最继位的 一放 只要这几样东西一放 你家一定倒霉 把供台 放在阳台上 啊 把那种污水 放在阳台上 啊 把什么托靶 不拧干的 放在阳台上 啊 把那个棉被 晒在阳台上 哈哈哈哈 你去看看 师父我听到了 你看看有几家 有几家富人的 你说有哪个有钱的人 把把把这种破破棉被 就塞在阳台上 哦 知道啦 师父 那那我这就是 是把它换个地方 而且不是说 不可以供啊 我自己不明白 供是可以 不能在阳台上 不能放在外面的 你对菩萨 你第一对菩萨不尊敬 对仙也不尊敬 第二所有的路过的 过路神仙 他只要想进来 他就可以到这个 你这个 你就等一下个客栈一样 他就能进来 进来有善灵 有恶灵 他跟你搞搞嘛 就是恶灵 帮帮你们就是善灵 你说的看 你这个风险多大 哦 知道了 师父 感恩师父 师父 我现在每天烧香的时候 啊 早天是 早起来烧香 后来学来 市民访问以后 他们在那个书上写的 或者那个师兄也说 说可以是早晚都必须烧香 过去我烧四根香 就是中间有一个给护法的 咱新民法门 就是不用再给护法烧一根香 就是三根香就可以吧 可以的 因为不是不跟护法烧香 你要记住了 护法神很多 明白了吗 你只要跟菩萨 大菩萨烧香 关心菩萨身边都是护法 你要记住了 神啊菩萨 他们气量都很大的 不像人间这种想法 明白了吗 嗯 哦 好吗 那师父我就可以烧三根就可以了吗 可以 三只香为一柱嘛 嗯 三只香为一柱 一柱香就是烧到四面八方的佛嘛 这还不懂啊 嗯 哦 好吗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师父 那那我要是讲 我要是换了 修一段时间 或者说是 啊 那咱这个 清明法的这样是专修 嗯 基本上大概 能看出我 什么时候能把运气转过来呢 太低了 记住了 你还在求人天福报 要记住 像我们修行 第一不求人天福报 反而人天 人天福报都会有 你求什么 你是档次就低了 你要求好好的解脱 求菩萨能够慈悲 让我开悟 你说说看 你一开悟 你不就有智慧 有智慧 你在人间 什么事情做不了啊 哦 傻的不得了 举个简单例子 你帮孩子求 哎呀 这门数学 让他考上好 还是说 求孩子能够有智慧 他门门功课都好啊 这还不懂啊 到底求什么重要了 哦 明白师父啊 你现在等于 说求求我家里好了啊 某一件事情 某一件事情好了 其他还是不好啊 你现在求你整个开智慧了 你说说看 你这个人有智慧 你什么事情会不好啊 嗯 嗯 知道了师父 明白了吗 嗯 嗯 好了 谢谢 好好修啊 叫你先生昨天吃素 哦 哎 师父 感恩师父 那个有个事 就是 你看那个就是 我早点吃素 完了第二个事 就是你讲话了 现在我家 我不怕你笑 我师父 我连现在水电费都交不起了 你现在赶紧啊 先 先自己找个亲人 借一点钱 自己赶快要 缩水要低啊 该卖掉的要卖掉 该 该如果你觉得生意上 什么都做不出来 赶快卖掉 我 我是在那个上班呢 上班的话 那你工资还有吧 工资就一千五 一千五的话 你就慢慢的低啊 慢慢的 什么东西 开源节流呀 一个人 只有两种方法 要么开源 要么节流 你要是钱付不出来 基本工资不够 你就开源 再去临时先 多打一点工啊 明白 我就怎么的 我跟你说 我竟然骗 骗完了 你讲话了 我把钱都给你退回去了 我现在 我可哪 贷款给你还钱 你记住一句话 你就是贪 才会被人家骗 听得懂吗 对 你不贪会骗的 人家说 你这个钱给我 我可以帮你 生出更大的钱出来 你不叫贪啊 是是师傅 越贪越贫 不知道啊 所以没有智慧 所以要求智慧 听得懂吗 明白明白了 那师傅 声音跟我们黄鼠狼 那个那个录音里面 黄鼠狼一样 我一样都黄鼠狼 跑上来就打进来了 哈哈哈哈 你老十点了 下两天吧 师傅 我这火上老了 你家伙就借那个 就贷款的嘛 就天天催我们来呀 对呀 你现在只有想办法 先临时借点钱 解决一点 还一点 现在你家伙都 我跟你说师傅 就是我电话 我都打飞了 就所有的能借的 我都借 都说没有钱 你记住一句话 就是你过去造的阴 所以才修现在的果 你过去的贪 才会让你现在平 明白了吗 好好把台上 白花佛法看看 求求观世音菩萨 会柳安花明又一春的 跟贷款的人 跟贷款的人好好沟通 说再给你点时间 好了 结束 好好去看你的智慧去吧 别弄到后来 变王鼠狼就好了 拜拜 好了 我就做念准理照就好了 再见 好好念经 念准理神照 念礼佛 再见 好 早的感恩师傅 再见 感恩师傅 喂你好 喂师傅 喂 师傅 师傅 师傅给您请安 嗯 想吧 嗯 师傅 我想问一下 就是 我想帮同修问两个问题 可以听师傅 帮我解答一下吗 师傅 您稍等 嗯 师傅 您好 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嗯 就是 同修想要请问一下 听不清楚了 就是呃 在念经的时候 他按照师傅 喂喂喂喂 你开始蛮好的 一边念经 一边听自己的声音 听自己的心声 初期 偶然耳朵还能听到 很远很远的声音 好像那种声音 来自于地球之外 又有一次早晨 他自己用很小的声音念经 把自己吓了一跳 感觉声音好大好大 能吵醒别人睡觉 但实际上并不大 近期念经的时候呢 能听到滴滴的海潮声 再仔细听 感觉那是无数的人在一起 有节奏念经的声音 这个师兄检查了一下 耳朵没毛病 请问师傅 这种状态是书中所讲的 无量音声海的状态吗 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呃 请师傅再解释一下 无量音声海的境界 是什么样的 三师傅 首先呢 你刚刚前面最早的时候 话筒声音还蛮好的 后来你得停了一会之后 话筒就不好了 嘴巴靠近话筒一点 哦 那师傅我要再跟您说一次吗 现在可以 听一听 基本上也知道了 无量音声海 实际上 你要记住了 声音 其实传过来 不一定是耳朵听的 心 我问你听得到声音不了 你告诉我呀 听得到 好了 这叫心声呀 听不懂啊 嗯 比方说 一个人眼睛看着你 你就知道 听到他在跟你说什么 对不对呀 啊 心声 无量音声海 实际上就是人要听耳同 实际上就是能够听到 啊 这个超出 啊 这个六道的声音 啊 听到 啊 除了人道以外的声音 实际上 你能够听见这些 你就这心啊 就像大海一样 非常的宽广 能够听到很多很多的声音 嗯 基本上就是说你 心能够 只要安静下来 可以听到世界上很多听不见的声音 好了 嗯 好的师傅 第二个问题 嗯 师傅就是 有一次就是弟子做梦 梦到 嗯 就是天上有三位 嗯 菩萨 第一个是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大锤 然后第二个是阿弥陀佛 但是阿弥陀佛他化成的肉身就是 嗯 站在弟子的面前 嗯 很近很近 然后朝着弟子哭 然后接着就是嗯 做了个一 然后他就跳上天去了 然后第三位是好像是大师智菩萨 请问一下师傅为什么阿弥陀佛会哭呢 任何菩萨都会哭的 你去看好了 有过去有啊 这个记者做过一个调查 嗯 到跑到监狱杀人犯那里 这人都不会哭的 嗯 你去看任何菩萨都会哭 菩萨是慈悲的 菩萨是心疼别人的 你哭得出来 说明你这个人还是很有善良心慈悲心的 这个人连哭都哭不出来 他心一定很狠 他会某件事情伤透了心了 他就坚决不哭了 哭不出来 他恨死了 恨心在心中很重的人 他是不能达到欢笑和哭泣的 听得懂吗 嗯 好的 弟子知道了 那么阿弥陀佛为什么哭呢 嗯 看见人间这么执着 看见人间这么在自觉坟墓 你说阿弥陀佛能不哭吗 多少人 嗯 阿弥陀佛等着你们上来 没有资格上来 没有条件上来 对不对啊 对 好了 嗯 好 感恩师父 然后第三个问题 就是有一天早上我做梦 梦到一位师兄 就是那个光线非常明亮 他就是对我说 他说的你以后 呃 是要回西方极乐世界 然后我一面当中还有一个四身道 但是在梦里面 我上身是穿的衣服的 下半身没有穿裤子 然后一直用一盆水在浇腿 请问师父这是要让我消除邪音方面的业障吗 是 你要是在协音的话 你上不去 嗯 我知道了 我鼻子以前犯了很多错误 嗯 出生 出生到 想想看多丢脸的事情 对不对啊 嗯 嗯 好的 那师父 那师父就是 嗯 这次的问题 就是最近 录音有开始 就是说自己 在做功德 做善事的时候 要多念那个 呃 功德保三神之后 这样就能确保 你自己做的那些事情 都是功德 因为有些时候 发心不一样嘛 那请问师父 是不是我们 只要红法的师兄 以及经常做慈善 或者是说做善事的师兄 都可以每天在功课里面 加上27遍或49遍的 功德保三神咒呢 没功德加什么 有功德在加了 嗯 那师父 意思就是说 可能今天我们 比如说今天出去红法的话 就可以 啊 针对这个红法的事情 再念点 功德保三神咒 就可以了 是吗 对啊 好的好的 好 师父 最后一个问题 稍等一下 也是一位同修的问题 嗯 同修说 呃 师父的开示 都是针对 不同根基 不同层次的人的开示 境界高 悟性好的人 能够理解师父 所讲的 更深层的意思 比如2016年 出新加坡法会 多伦波共修组 提问的 一门精进的问题 和2017年新加坡法会 有师兄提问的 关于师兄们的孩子 送去传统文化学校 学校教孩子读大经的问题 师父以明确 佛法便是一门精进 只要是读 释迦牟尼佛的经 都是对的 在如近期录音里 师父针对两个师兄 分别指点亮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佛号的开示 等等 由于大多数的人 片面理解 导致偏差 导致师兄间 会出现 以己之矛 攻己之盾的现象 甚至以忙倒忙的现象 请师父开示 如何面对 如何处理呢 对不起啊 累了 你的声波比较平稳 我就想睡觉了 声波平稳是好事 还是坏事啊 师父 好啊 但是讲话没有感染力啊 对师父 我也觉得没有感染力 没有感染力 对啊 讲出去没有分量呀 嗯 你看看 你说你讲话谁要听啊 你没有感染力呢 你不过有一点蛮好 催眠 哈哈哈哈 那师父 那刚刚那个问题 弟子要重新给您读一遍吗 读半遍吧 一半就可以 读一半我就想起来了 好的好的 那弟子再给您读一试 感恩师父 师兄问他说 师父的开示都是针对不同根基 不同层次的人的开示 然后 境界高 悟性好的人 能够理解师父所讲的白化国法的意思 然后 对不起师父 我有点紧张 我没看到 对了 然后 比如2016年初新加坡法会多伦多共修组提问的关于一门精进的问题 2017年新加坡法会有师兄提问的关于师兄们的孩子送去传统文化学校 学校教孩子读大经的问题 师父呢 以明确佛法便是一门精进 只要是读释迦牟尼佛的经都是对的 在如近期录音里 师父针对两个师兄 分别指点让念阿弥陀佛 佛号的开示等等 由于大多数人的片面理解导致偏差 导致师兄天会出现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现象 甚至以盲倒盲的现象 请师父开示如何面对 如何处理该师父 以盲倒盲 其实呢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实际上师父的白化佛法呢 你钱可以往前里看 生可以往生里看 理解不同 就举个简单例子 同样一本书 教授看 看完了之后 和小学生看 看完了感觉是不一样的 明白吗 都学嘛就好了 好的好的 那师父就是弟子 想给自己问一下 怎样才能够就是 想要帮同修问题 怎样能够打通师父的电话呢 因为我今天就是在那念经念着念着很困 我就梦到那个明星李雨春 他给我说 你再坚持一下 你再坚持一下就打通了啊 然后我就醒了之后 我就一直打一直打 打到11点40多中国时间 我说哎呀妈 打不通吗 我说不行 我一定要坚持 我就一边念经一边打 结果就打通了 嗯 世上无难是只怕有心人 好了小丫头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了 感觉师父 师父最后一个问题 您看我家佛台的气场好不好呀 嗯 今天不干图腾的 还不错 还不错 嗯 那师父 我的香就是连续几天 最右边的一只打卷 这个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没有 不要乱想 好了 好的 感恩师父 一你打回地址去看你 好 再见 好 再见 好 嗨你好 嗨 嗨 嗨台胆请安 哎呀 你每天来报到吗 嗯 没有听到淘寒的生意好像不习惯哦 不习惯了 哎呀 看样子你要跟我住在一起了 嗯 好啊 我要发现澳洲 住台胆的 隔壁还是家里 隔壁吧 隔壁啊 好 哎 做邻居吧 你讲过哦 一些莲花种子是现实的种子还是清淡的种子 什么 你的莲花种子啊 啊 你的莲花种子怎么肯定天上的 像你修的这么 像你修的这么好 很少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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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没有没有 你讲那个菩萨照住那个啊 童修 是 那个是什么菩萨 没听懂啊 什么叫菩萨 没有 昨天啊 那个图层啊 你讲那个童修啊 昨天我问你那个 你讲那个菩萨有照住他啊 啊 那个是什么菩萨来的 胡法生呀 嗯 胡法生啊 不是 比菩萨还高的还是菩萨 你还要凭级别啊 上将还是少将啊 哦 菩萨们都是好的 都是来救人的 嗯 我都懂啊 有没有菩萨照住 胡法生菩萨他也是菩萨 明白吗 哦 啊 明白 我照住你照住嘛 哦 你照着厉害了 照着你都搞不清楚了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嗯 他等我写一个梦 我梦的一张地图 我打开那个地图 他有钱 画的很多电头 那个风向吹到的电头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你梦到那地图 啊 他画很多电头啊 那个一个电头一个电头 那就是风吹 风向吹的电 吹到一边的电头啊 嗯 都还可以 每个电头 每个电头都可以 没什么大问题的 这个 没什么大问题 哦 帮我点 还有讲 给我梦定 我好像 变成一个小孩子 我带一图看到 一个床啊 父母坐床走了 一下子 阴阳一转 我就阴了大人了 我好像 阴了一个 小人 在撒人啊 一下子 好像阴了 在地图 在转 我好像看到很多 那些雅僧 冰箱那种 在打蛋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 是 梦 还是 前世的梦 应该是前世的梦 哦 前世的梦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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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问题 没有 怎么办 哎 哎 所以 财阳 如果做梦 梦都能够用意识控制 东西来 总是好梦 还是不好 好啊 哦 那总是好梦啊 嗯 哎 财阳 几次来 进来 播开 可以 五早半 很快 很快的啦 名人还是名人 不知道 还不知道啊 嗯 没有什么 不奇怪了 感恩财长 不是你感恩财长 是财长感恩你啊 呵呵 感恩财长 哎 帮我骂我两句 帮我骂我下 啊 很好 不要骂 很好 不骂了 好吧 再见 再见 啊 再见 喂你好 喂师父 哎 喂 哎 啊 感恩师父感恩菩萨 嗯 师父听得见吗 听得见 啊 师父 师父 今天 呃 今天有几个问题 才请师父开示 啊 师父啊 呃 感恩师父前天 昨天跟我改了名字 把他改成郭信云 我觉得挺好听的 感恩师父 嗯 嗯 师父啊 我前天 我收四百师父梦见你 啊 很好 梦见你 在一个 在一个会议室 那个会议室是一个圆形的桌子 是那种红木的桌子 然后师父坐在中间 我坐在师父旁边 那师父我们大家讲的开始是那个禅定 还有涅槃 然后又讲到残戒 因为我从来没听过残戒嘛 然后师父又讲那个 呃 说 历来的高僧大德 他们的禅定的境界都非常的高 呃 师父讲了达摩祖师的故事 呃 并且最后他又嘱托我们跟我们说 呃 生活中处处都可以涅槃 然后 师父说完之后 随手啊 在那旁边拿了一个东方台 制作的那种台力 然后对那个 呃 宣了一页 在下一页上 框了一个大圈子 框了一个大框子 把所有的时间都框进去了 我就梦就醒了 这个梦 嗯 签约时间吧 好好修吧 啊 师父啊 有禅戒这种说法是吧 禅戒 什么叫禅戒啊 就是禅是那个 我们呃 禅就是我们说那个禅 戒是那个戒律的戒 啊 禅 禅道的禅 禅戒一样的 也是戒律啊 哦 因为师父梦里讲的 反正的禅戒 基础也是五戒 嗯 哦 嗯 感谢师父 嗯 师父 还有几个同修的同修的问题 想请教师父 嗯 师父 第一个问题是 有同修已经许愿吃全素多年了 但是梦考呢 经常会考不过 哎呀 断角了 喂 喂 你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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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师父吗 是 呃 喂 你好 那个 都已打通了 就是 嗯 那个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 那个 我 我爸爸妈妈就是在那个 那离婚也有两年了 然后我爸 就是住在外面 那个女的那边 也差不多有两年了 那就是期间我让我妈许愿念小房子 然后他说他许了一波越念越累 那这个问题那还要再许吗 越念越累 什么业障中呀 有业障叫他在念的呀 对他一直赌博 然后就是喝酒 然后就是后来之后就是发现他外面有女的 嗯 那这个情况是他也住了两年多了 然后他呃 跟法院提提起过第一次 第一次是法院是就是劝说 劝解 然后他又过了半年 然后又提了第二次 第二次就是法院就开庭了 但是因为第一次开庭 法院说第一次是不判理的 所以就没判 然后我爸就好像一年很坚定的 他说再再过半年 然后他好像就是还想再提 那这个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你爸爸还要许啊 就是就是他是不是有灵性还是什么 还要还要就是他们就是婚姻这个事情 是不是还要帮他许愿念小房子 呃念姐姐奏呢 还是就是随缘了 喂不好意思喂 再讲一遍好吗 呃喂不好意思 就是呃就是我我妈妈之前就是他们闹离婚 然后之前给你应该是觉得他有要经济 然后给他许了一波二十一张 然后就是觉得越念越累 因为我爸身上业障很重嘛 他一直赌博喝酒 然后呃那现在念完了之后还要再许吗 因为我爸住在外面两年多了 考虑考虑 许不许随便他啊 看他有多少有多少事情做多少事情 哦因为他住在外面两年多了和那个外面那个女的 然后就是呃就是看我们自己情况是吧 师傅很累了 嗯睡着了我太累了 好啊不好意思啊那那我 我们看情况 那还呃还有一个问题还能问吗 就是想吧 嗯呃就是那个我爸我爸当初有那个猜迁费 哎 然后就是因为因为猜迁费猜下来当初那个我们全家都是呃就是户口在里面的 但是他觉得这个猜迁费是他的 然后因为他不是住在外面和那个外面那个女的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以那个就是我要买房子的就是借口理由 然后想让他这个钱汇到我的账上就是保存在我这里 然后那个就等于像是旺语一样嘛 然后这个钱现在是保存在我这里就怕他就好那我那我这个那我这个算是敛财吗 这个三个人怎么处理 三个人见证的钱就不算敛财 很怕他那个哦要要自己去去循律师是吧 就是如果说实在不行该还就就只能还给他啊 对 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那还有就是我妈妈之前进土中吃素七年 但他忘记了他当初进土中的时候有没有许愿吃素的这个愿 那他那个去年刚刚我让他说那你就重新许愿这个吃素的愿 那之前的这个七年的吃素那还算不算功德啊 是不是要念功德法三神咒才能算啊 好了 喂师傅 嗯好了好了 讲不懂了 喂师傅不好意思再问就最后一个问题 嗯嗯 呃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呃 我和我妈因为从小有冤结嘛 就是我说东他说西的 然后他他就觉得我们两个放生的钱应该分开付 就是没有一个全家的概念 嗯 然后就是放生后回来 比方说如果我钱全都付了 那他就要品回来之后算平均价 然后他放了几条 然后他再付给我 哎呦那这样我可以的 经手他的钱 可以的 不算是敛财 不算 可以的 这可以的啊 应该分开的 分开大家每个人的每个人的每个人的缘结不一样 根基不一样 所以应该分开啊 没关系了 嗯 呃因为他是我妈 但是他也是师兄 就是那虽然就是平均算好 他该付我多少钱 对 付给我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他愿意这么做就这么做 没事的 好了 哦哦哦 因为一家人不算敛财的了 不算 那好 那就是我妈那个之前进土宗的七年这个吃素 如果他没有许愿 那是不是不算功德啊 功德很少 有的 算的 很少 可以念功德保身神奏 可以 应该是 你妈一定有功德的 嗯 哦哦 好吗 好的 那我跟他说一下 嗯 那 最后最后最后一个问题 不好意思 就是 就是你之前法会说 就是 嗯 最好不要让老人带孩子 你会损福报的 那就是 是不是说 过于宠孩子 或者是把家里总是 比方说 嗯 贵的水果 就只留给孩子吃 这样才损孩子福报呢 还是 怎么损啊 怎么损 就是一个老人家 对孙子太好了 这孙子就是欠 欠爷爷奶奶的嘛 啊 这个孩子得一从小就 从小 比方说 现在小 没有关系 稍微大一点 还大人还宠他的话 话的话 你是不是 嗯 有水福报了 啊 哦 不能太宠是吧 老人家们要看的 一般的中年妇女 没关系 就太老的 那你 他的气场不好 气场不好 就是六十岁左右的 那没问题的 我说这七八十岁了 还叫他领吗 肯定气场不好 哦 那比方说 家里买的水果 不是 贵的水果 其他人不能吃 只给孩子吃 这样也算吗 这个不算的 这个没事的 这个不要 这个没事 啊 这没事 哦 那好 那没 你跟太太太 说 太太也好 太太也好 啊 会念经吧 你知道我功课念完了 我功课念完了一点 啊 念一遍 念一遍 准提神咒 听听吧 准提神咒 这提神咒 那你念准提神咒 嗯 嗯 这提神咒 是首歌 一四四地 他们也得听一只 我听称赞大载提 我爱此被启家后 那么 萨德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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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这么好啊 好听的不得了 牙齿都没有 台长爷爷都听出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念听啊 嗯 感恩 感恩 爷爷 感恩 爷爷 祈佛灭罪 真的爷爷会念吗 祈佛 会 念 念给爷爷听 祈佛灭罪 真爷爷 离破离破地 绝合绝合地 通到你的 银河辣地 本来你的 没喝且地 这里 请 绝合 哎呀 这么好啊 哎呀 乖呀 你的功课是什么 台长爷爷 你的功课是什么 我的功课 大非洲 我的功课 你的功课 你说看 你的功课 每天念什么 我的功课 每天念 大非洲 西基 西 佛 准其 华生 周 小崽 姐姐 哎呀 这么好的孩子 哎呀 小菩萨来了 啊 跟妈妈一起 好好学佛 听得懂吗 以后一路平安 啊 好 罗台长爷爷 保住身体 你吃素了没有啊 吃素的 哎呀 他是幼儿园 可能老师会给一点 家里我们是住吃全素的 我和我妈是吃全素的 那台长就是我给他 就是他自己这些功课 他自己念大非洲 行经 五遍 然后其他小经 都七遍 然后我帮他又念了 大非洲 十九遍 行经 十五遍 然后礼佛一遍 这样子够啊 够了够了够了 够的是吧 因为他有时候觉得会害怕 就是以前都不怕 就是有时候觉得去去一个房间 让他进去开个灯 他都不敢 嗯 这小孩子小呀 小孩子都这样子 阳气还不足 嗯 房间太大了 那你觉得 你觉得他会不会有那个魂魄不去呀 没有没有 挺好的孩子 我看你魂魄不去 不要去讲一下 好了 再见了 好的好的 那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你好好休息 好 再见 再见 好 最后一个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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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你好 你好 好 弟子想要问那个 有一根梦 上次我梦到 我带着一群小孩子去爬山 我在山底下 看到 走走走 就看到很多那个大大的苹果 不过心里想说 不能去摘 怕好像是偷人家的那种感觉 后来我就带他们去找比较小的水果 好像比如那种香蕉那种 去找了就爬山 一请小孩子就这样爬爬爬爬上去 然后我自己就爬爬爬到一半 然后往下滑 我就一个意念伸手 掏出一根绳子 其实是没有的了 就是一个意念这样爬上山 就这样很轻易的就上了山 这是什么意思啊师傅 往上爬找到妙法 往上爬都是好事情 小孩子打掉 然后自己拼命往上爬 都是好事情 好了 哦好的 还有我的先生他梦到 他很开心的上了天 然后他梦到自己是个小孩 在天上看到有两个妇法神 穿着那个盔甲 金光闪闪的盔甲 很硬啊 他去敲 敲敲一下 他梦里一个意念上就飞上去那个父法神的肩膀上 他就去敲敲一下 他感觉是真的 然后父法神就叫他做一个样子 叫他不要说话 静静 然后他就看到天上另外很高很高的天 飘很多的一大群的菩萨下来 然后中间有一位是穿着紫色衣的衣情的他感觉是观性菩萨 好像赶着去开灵山大法会 然后他就很紧张 然后就进行了 父法神叫我不要吵 他很顽皮 厉害厉害厉害 这什么意思 他是天上的童子下来的 你老公 哦 哦 是这样啊 很厉害的 看到都是真的 天上就是这样的 尤其在天上有时候还不相信自己在天上 会看看这是真的吗 摸摸石头啊 噴噴 父法神的盔甲了 哎呦是真的吗 这么硬啊 实际上其实已经是全部是在另外一个天了 明白了吗 噴噴 对啊 他是讲说很很开心很乏喜 就是没有烦恼的很干净的 对啊 一上去就没烦恼了 嗯 然后有一次他又呃 是师父 他也是你的弟子 他拜师的时候 你一直跟他讲他有佛缘 佛缘一直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呢 一直讲有佛缘 佛缘吗 这个人有佛缘呀 哦 就是他前世有修的嘛 一般说有佛缘就是前世有修的 嗯 否则今生闻不到佛法的 明白了吗 嗯 嗯 还有一次他梦见跟师父去放生 然后走过一条街 然后走进了一间房子 有两个妇女 然后他就跟呃 他就说师父就跟妇女在讲话 然后有小孩子 边上有小孩子在玩 他就拿着手机在拍照拍照拍照 然后呢 就那 等于在转身看那两个妇女 拿一个背 把师父盖上盖住 盖到头顶上 他就很紧张 转头一看 就讲你们不可以这样对我的师父 然后他很紧张 然后就呃呃 把手机放进他的衣服里面 就是他 他感觉他就穿着一件呃 外套大衣这样的 金光灿灿的 就把手机放到他的呃 口袋里 然后就惊醒 笑到自己 为什么他穿着这件衣服 是金光灿灿的 因为他 因为他自己金光灿灿 有佛光普照呀 哦 师父嘛 肯定是经常帮人家背叶的呀 有时候为了救人家 人家骗我呀 我现在在现实当中 多少人骗我 说我会好好修的 有些人们自己住这里知道呀 嘴巴里说好好修了 双手合掌了 心里不好好修 不是叫骗我 不一样啊 哦 好的 感恩 还有最后一个梦就是 弟子中彩营 啊 这个 弟子在呃 去年呃 师父有跟我看图层 说我背叶的时候 之前还没有打通 师父这个电话的时候 呃 我有梦到一个梦 就是说我 呃 呃 有去呃 检查 还没有去拿报告 梦里去拿报告 然后呃 疫情医务人员在跟我讲说 呃 我问他我到底得了什么病 他就讲哦 你的病很严重 我就讲什么病 然后他就讲说呃 是末法 是全数 我也念每天念四十九遍大悲咒 我说我有观信菩萨保佑 我不会得癌症的 我 观信菩萨一定会救我的 我不会得癌症的 我是这样想的啦 嗯 在梦里啊 是啊 梦里里边有有意念 但是并不代表你不会得啊 哦 因为这个得的不是你学佛之后啊 是你过去的业障啊 哦 所以你还是要当心身体的啊 还是要继续念佛 效业障 嗯 嗯 好的 好的 感恩师父 师父 嗯 好 感恩 感恩师父 师父再见 感恩大师大悲关心菩萨感恩师父 再见 拜拜 拜拜 好 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只能星期二 啊 下午五点钟再打了 好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 回到我们节目中来